我們剛剛談到最近有很多通緝犯想要回來 那另外呢昨天的一個新的訊息是 北京似乎想要邀請玉山舞報的社長呂秀蓮去訪問 呂秀蓮要不要去呢 在民進黨裡頭已經引起非常熱烈的討論 沒有辦法可以排斥 但是我們不是要去靠攏 也不是要去投降 以多少善意去說多少好位 0%改變中國堅定的立場 所以我們去無料無貪 怎麼會做這種行李 所以我沒有贊成李副總統去訪問這個中國 副總統的身份要有一定的規格的尊重 這樣比較接受 你現在只說一個電子報 電子報都要不成立 用個虛擬的身份那就標誌 有很多的台商嘛 就在東莞的地方 那他們邀請我去那裡了解一下 他們在中國大陸的狀況 我申請過三次都被拒絕 理由就是說我跟呂秀蓮太好了 太台獨了 中共不要想統戰他 不要給他搞一個頭兩個大就好了 以他對政治對手的刁鑽的程度 我們有信心 這個行李跟他拍走 神道 我覺得中共的領導階層是改變心意 他現在覺得綠的來了越多 他們有這個統一戰線的成果越高 可以電了可以電功 那這個呂秀蓮當然想去 因為呂秀蓮這兩個很簡單 要老人嗎 要放心 可以老人可以放心的事情 他都要插一腳 那民進黨裡頭對這個呂秀蓮該不該去 當然分成兩派 我覺得多數人是反對他去的 因為你去了你就上當了 你被他利用嘛 那少數人 沒有分兩派 我沒聽到有人說他可以去 李文中說可以 李文中說溝通沒有關係 李文中 李文中說 就是這樣 那你咧 我啊 你以這個黨友的身份 這個行李愛走 我覺得是可以去 但是是李秀蓮我有保留 是李秀蓮怎麼樣 保留 因為是李秀蓮所以我有保留 那其他的人其實我沒有意見 其實李秀蓮 跟柯建民意見一樣 李秀蓮關出來以後 差不多很久以前 他89年就美國78年那時候 那時候他第一次到廈門 我在廈門採訪 報說要我跟李秀蓮在一起 我跟他在一起 一起坐同一部車兩天 不要以為李秀蓮去大陸 能幹什麼事 做出什麼了不起的事 不會的啦 去那邊乖乖的 人家要他看哪裡 他就看哪裡 安排他去哪裡 他要講什麼反對的聲音 根本出不來 在那邊 李秀蓮到大陸去 你能做怪嗎 能講出一些讓 振奮台灣台獨人的這個話嗎 講不出來 而且他去 他也不會 他是很務實的啦 我們先進廣告